仲殷彤和賴雲國正式註冊結婚 好友容祖兒,蔡卓賢等現身渡河 郭靖雄和陶大宇為節目 有台VIP進行錄影 和主持劉永健、周家衛邊吃邊說 ViuTV九龍灣全新錄影廠 舉行拜神儀式 一群藝人同事祝願公司 有更多好節目 歡迎收看《15分鐘熱度》 我是老拼、老沛奇 蔡卓賢, 日前承認了我第三個兒子 之前也拍了視頻, 感謝大家的祝福 現在又有新視頻, 就是她進廚房的樂趣 蔡卓賢是一個這麼熟練的媽媽 不如拍更多視頻和更多的新手媽媽分享吧 恭喜了賴三、賴太 阿嬌、忠欣和聰日和賴魂國 在沾沙咀正式註冊結婚 下午4時左右 一對新人抵達會場做準備 兒老闆養修成、經理人霍文禧 好姐妹容祖兒、蔡卓賢 鄭希兒、古巨基、關志斌等都有到場 Kenny亦在網上分享場內片段 更大讚新娘子、好美女 在至親好友見證下 身穿DV花群的阿嬌 阿嬌和老公宣讀細詞和交換戒指 之後更心情細細,非常甜蜜 而Manny準備了金豬送給阿嬌 還說笑話,讓她掃貨了 真是一抽豬 我這兩、三年…這兩年多 買了幾隻豬 由古山古太太開始 即阿嬌結婚開始,都是一抽抽豬 但阿嬌不是說不要豬嗎 我不管 她媽媽說最重要是說 我覺得很開心 雖然我最近覺得自己很破費 但我也送得很開心 還有金豬可以等待後做的… 我買完了 送給你 送給你嗎 對,幫我送給你 她說只剩下幾隻豬 你要不要嗎 你還要買嗎 我說全部都要了 我這樣說 你希望下一隻金豬送給阿嬌嗎 我先買給周慧琦 現在買了兩隻豬 現在下一隻金豬 我希望是紅芝和阿嬌 不知道作為好姐妹的Joey 又帶了甚麼大禮來賀阿嬌 已經整個人給她了 阿嬌逆心得老爺婆婆的歡心 婆婆受訪的時候 也大讚這位好媳婦 你還知道要打招呼嗎 很棒 很棒,我很喜歡她 很喜歡她 對,謝謝… 你去他們生爸爸嗎 謝謝… 可以這樣看嗎 謝謝 我覺得那是真的 我得過應該四天 是否也要應該應該要 就是品牌 你比較多 就是品牌 我跟沒有幾天 那是她的 就是… 比你這麼大 他還在吃 你還在吃飯 還在吃飯 太過了 可以吃飯 有吃飯 買菜後自己煮和煲湯 我喜歡這樣 因為我工作的時間 離開了香港的時候 對孩子的時間比較短 我想做些食物給他們吃 我比較想… 好像有感覺… 做爸爸 沒錯 讓自己很愛 做食物道,然後給他們吃 至於工作計劃 郭政鴻透露有機會和ViuTV合作 再拍一部劇 剛才找我看看有否… 我們正在開劇準備 看看大家有否有時間合作一起玩 劉永健和周家衛 這次做拍檔一起主持 會找來各界名人擔任嘉賓 不知道哪位廚藝比較厲害 當然是洪太太 我現在懶惰了 因為我兒子吃的食物比較清淡健康 其實沒有花巧,比較沉悶 他吃東西的要求很高 我經常跟他吃飯 他都非常有要求的一個人 跟我老公一樣 所以我相信他會煮很多美味的食物 給自己吃的東西 要求肯定沒有 紅大哥和天明哥,很厲害 ViuTV位於九龍灣的全新錄影廠 舉行拜託儀式 全公司員工都有參與 而一眾藝人同事 更大贊新廠,又大又漂亮 很多藝人站在這裡 人齊地旺盛 還有很多空間在附近 就知道了 一定的 不是,我覺得樓底的感覺 對 有害怕的感覺嗎 好,我覺得高度要單梯才能爬上去 而且我發覺要去門口的位置 也要駕駛高熱呼吸車才能爬上去 真的太大了 多位藝人亦分享 未來對ViuTV的期望 希望參與更多的精彩節目 我想廠這麼大 期望除了我們在這裡做節目之外 將來可以有現場觀眾來看 好 那就很棒了 見聞,在這裡開演唱會合不合理 好,立刻開 大家希望公司可以再拍更多好劇 好節目 你不不可以公司信任了 一份最好的聖誕禮物 新年禮物給我們,對吧 謝謝… 照定一旗下的連鎖唱片店 在香港經營了25年 這一天發聲明,宣布自願清盤 而阿一對於這個決定 也感到非常可惜 並且減除了實體店的開支之後 會將所有資源集中 在網上的串流服務中 方大同將於明年3月 舉行紅館演唱會 這天他就現身寄招 透露為歌迷準備了一些驚喜 這次想給大家一個新有舊的歌曲 當然充滿某些低調的驚喜 因為我本身也挺低調 所以即使有驚喜也不會太化巧 但相信這個驚喜也挺好玩 大同又預告一連兩場的演出 都會請來不同的嘉賓 其實應該是我自己想到一些方法 一些我想聘請的人 最近也在跟他們籌備 在想、在聊天 七七八八,到時大家來看就會知道 但應該每晚都會有不同的嘉賓 除了籌備歌唱之外 大同亦計劃明年開拍電影 已經寫了幾個劇本 有一個比較低預算的劇本 現在在籌備中 如果沒有羽毛以外 找到足夠的投資 就希望明年可以開拍 由林敏聰撿到劍處演的賀碎片 靈蟻舉行薩科宴 甜柳、黃丸之、吳耀翰、吳家龍 泰迪羅賓、邵欣欣等演員都有出席 現場俊家送上蛋糕 為吳耀翰慶祝生日 說到首次撿到電影 阿聰也有很大期望 我們的陣容是Richard、大哥大 小龍哥、林雪 還有年輕的Bob啊聰、黃丸之、我 這個陣容都不得了 但他們每一位都是獨當一面 各有各的身懷絕技 互相互相不會阻礙 大家真的像華山論劍一樣 較量出來的火花非常好 只不過在新年期間 周星馳也有推出賀碎新片 阿聰坦然不太擔心成為競爭對手 新年不會只看一部 對 看好一部 看好一部 如果看好一部的話 怎樣數也會數到我們這部 很久沒有拍戲的甜柳 就透露Safo之後 最捨不得的是Ivana 因為跟她最多對手戲 而甜柳又提到回到香港拍戲 特別要適應這裡的節奏 適應香港的節奏 對…很溫暖… 而且很快… 很快… 你要很快反應 因為這麼多年 我全都是慢動作 慢慢拍… 突然來到香港 全部都這麼快拍摺節奏 不可以,一定要這樣 很快,一天後我就很熟悉了 導演彭浩祥這一天 聯同徐天佑 陳婉仁、丁可欣 為節目買出Close Up擔任嘉賓 宣傳新年上映的賀碎片 彭道對於這部新片 也樂足心思 想在新年的時候 給一些純粹廣東話的戲劇 因為近年很多已經比較少 所以在新年很少一個 真的入場可以笑得很開心的機會 希望今年可以帶一個 開心的戲劇給觀眾 說到新年 難免被親戚不斷關心 田佑和Henjin 就即場示範如何應對 謝謝 這樣就可以了 恭喜發財 我真的恭喜你 恭喜發財… 有好消息告訴你 對 其實有這麼說 你還未結婚,何時結婚 對… 何時生孩子 生了第一個,何時再生 對… 甚麼都習慣了 我也在學這些英俊的對答 對,顯得我英俊一點 對,到時告訴你 而後來Henjin被問到 在戲中會否表演 亦馬上活學活用 當然會吧 怕會表演嗎 當然會吧 怕會嗎 對,到時告訴你 對嗎 整身… 不會令大家失望 要表演的事情 到時告訴你 你第一次又第二次了 好嗎 好,實在很驚訝 學習…學足小女的答對答對 即是你何時生 對,即是會的 有驚喜代表觀眾 特時為理智,好嗎 陳奕雙一直是頒獎禮的上客 所以在2011年 積冊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 毫無怨 繼續打入 我最喜愛的男歌手的最後五強 不過在我最喜愛的歌曲中 竟然意外落選 難道她的最強對手 古天樂真的威脅到她嗎 不過對我們來說 希望這個頒獎禮 全都見齊她們兩個了 好,現在先看看Eason的MV International 幸福的지도 Bamchia 來防疫 全神heim 台灣和 Cleopatra 都覺得,要是 記得嗎 小心 瞑�默 按摩